平常呢,對蘭花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概念? 平常呢,對蘭花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概念? 首先先跟大家自我介紹 哈囉,大家好,我是蔡黃的豆花 今天用花花仙子的身份出現其實非常的開心 那其實我對蘭花的認識呢 其實是比較認識的蝴蝶蘭跟蕙蘭薯 這是可能我們在花店一般是我們看到公道市場 比較容易看到的花仗,對不對? 對,但是今天來到現場我不曉得原來它的品種這麼多 而且它的形態非常的豐富 而且這次展出的方式很特別 對,它是用...我剛剛繞了一下 發現它用的特別是它用燈光還有一些布置 我發現它不再只是像一株株放在那邊很呆白 它用了變成還蠻...讓大家有點為之經驗 對,而且我們這次請到我們的動畫妹來擔任我們的女神呢 就是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更接近蘭花 不是只是好像我們對蘭花的印象都是 爸爸媽媽還是長輩他們比較喜歡的盆栽跟植物 聽說你自己平常也很喜歡種一些花花草草對不對? 嗯,平常可能因為生活上的步調比較快 然後我覺得現實生活當中可能呈現比較多壓力啊 或者是比較緊繃 那我覺得大人小孩可以藉由自己回家布置花 就是讓自己的生活步調放慢之後 還有身心靈得到釋放 而且其實在花海當中應該走進來 其實剛剛看到非常多的朋友都已經在拿相機在拍了 心情會非常的好 對…其實非常好跟感動 因為其實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人的壽命是非常的擅長 可是花其實它是有一個週期 然後它是短的 可是它為我們綻放的那個時刻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感動的 像今天我身上批的這個文心蘭 它是八千多 對,八千多多很厲害 對,可是它為了我跟為了在大家面前呈現最美的一刻 我覺得這個很感動 因為他們是很有生命的 對…在我看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在這個花花世界裡面 其實是非常的幸福跟浪漫 嗯…而且我們這次整個的花期呢 剛好配合蘭花的花期 它有一個月的時間 讓大家可以享受這美麗的氛圍 對…因為現在也剛好放暑這樣 對…就是大人小孩如果想要放鬆心情可以來到這裡 對…歡迎我們今天的蘭花女神來到現場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讓我們的媒體來做一個聯訪 我們的媒體大哥是不是要來…